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些法门也请起作用 那些工具留下放在箱子里 万一哪钱扭不过来的时候 就抛出来哪个靠又死坏哪个 法门还是有帮助的 因为众生执着在一些 假如有些众生 一开始没有碰到圆绝的法门 没有去 没有已经远个福报 碰到圆绝 这种境界的话 它是从小的法门先去 让自己平静下来 然后最后切入圆绝也是挺好的 否则一开始不是很多 就是直接能够进入这个境界 其实有时候你觉到了 其实已经止息了这些东西 但是另一个也有说修禅定 直观这些它是关心啊 关念头啊 传流的一样的 修个清静嘛 你越清静越有一切 如果你不着空向的话 不着清静相跟空向的话 你一带一说 它马上就进去了 刹那之间就进去了 你到我们现在 在很多学习很久的这种 其实最大的障碍不是来自于 最大的障碍都是来自于 这几千年佛学对它的 这些概念的染污 太记得清楚了 我要经历 大声几节层的称呼 那在这之前称呼 绝对是不对的 然后这个时空啊 时时的记住 然后分别的次第啊 这些东西 影响很大 破的是它的文字的概念 佛在我们心中 自高无上的 太神通俱足了 突然间看自己 那个神通无上 自高无上的佛 你想象出来的 你知道吗 那就是你啊 那他回来吧 而是不是随着不到深入 去体证这个决性的时候 慈悲也慢慢会在你身上 不要行 慈悲要去行愿 就叫普协行愿品 要去做的 既然色空不二 为什么不是色 去做呢 行愿啊 清菩萨道 一定要做 一定要行愿上做 你只坐在坐地上 一镜上空一点用也没有 你觉得你正到色空不二 都没有 一定要做的 一定要行愿 因为你是人 你要在人道起修 要去因果里边转 你做了你才有果 就做 然后有一个果 这个果回来 你才能撕现你一个菩萨的品质 撕现菩萨的像 撕现一个佛的像出来 所以你撕现一个佛的像 这就叫佛寿祭给你 让你功德圆满 因为你在未来 什么时候 你要撕现一个佛像出来 就是三界法王嘛 坐在莲花上 多么威武啊 什么什么 这个你成佛一点像干也没有 我告诉你 这只是撕现一个佛陀的像啊 那这个像要撕现出来 是需要你功德圆满的 那三十二像八十随喜好 是功德圆满才出来的 否则你就这个充满残缺的肉体 你撕现出来的 永远只是这个必要的东西 功德不圆满 那你就撕现这个东西 不功德圆满 我们就是三十二像八十随喜好 坐在那儿 不坐在莲花座上 知道吗 然后撕现一个佛像给他们看 所以要去行愿 为了众生 你一定要撕现一个佛像出来啊 众生可是着像的 但成佛就在当下 看了看妙法莲花座 那一刻就成了 佛要说给谁受计 马上接过来啊 那就是给你受计的 你知道吗 你就应该狂喜了 哎呀 就这一刻了 我试了 没问题了 剩下的就等于撕现了 那我啥时候撕现都无所谓了 就算撕现跟 坐在莲花 做这个佛跟会谱有啥区别呢 不就是个幻境啊 是不是啊 你坐着莲花跟坐着那个凳子 有啥区别呢 我觉得那也挺舒服的 你那么想伺现那个佛啊 一样的 视线是有时间的 是有时空的 你在哪个维度视线 哪个时空视线 成佛是在当下的 成佛没有时间啊 所以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没有现在的时候 你就是佛啊 那就叫当下 当下你一定是佛 你就不是别的 因为当下没有别的东西 因为当下就是你的本来面目 你的真相 实相就是你是如来 因为当下视线的没有其他东西 剩下的都是在时空视线出来 你的杂念都是时间 阿僧是在时空里面出来的东西 当下你是如来 当下能视线出来的就是佛 你要让你的生命活在当下 如来就在这儿 剩下的东西都在时空里循环 你们现在在时空里转移 你们在动啊 你以为你不动啊 你们在时空里啊 不动的是如来啊 动的全是在时空里闹的众生啊 所以你们在动就看不见如来啊 这就像忠行爱义啊 传在行的时候爱在动啊 所以你看见佛也是众生啊 因为你在动啊 你的意识不断地在循环 在轮回啊 你们在动 你们在动 你们现在在轮回啊 你们的心在轮回 在生灭 你没有定住 没有活在当下 所以你看不见如来是下 看不见你是如来啊 当下视线的一定是如来 因为你没有别的 你时空这是个幻境啊 但是你停不住 你看不到这个时相 这是个幻境 你既看不见如来 也看不见你在幻境之中啊 你看不到虚幻 也看不到真实 这就是佛在经历里面讲的 这叫忠行爱义 这叫定也转火 就是你们看这个轮回的经节 就是眼睛定住了 一个火苗在转 啊看到是一个圈 那个圈是真实的吗 不是 轮回是真实的吗 不是 火圈是真实的吗 不是 你们现在就在轮回 你们在生灭啊 绝而不动啊 定住定住定住就真实出来了 活在当下就是如来了 就这么简单嘛 刹那之间就动物了 成佛就是当下的事 动物成佛 就这么简单 然后再决定去哪个时空 视线个佛出来 想去极乐世界也行 想去哪个世界 哪个世界跟你有约 去哪个世界去 知道吗 发个月就去了 发个月去地狱度住水也可以 是吧 那地照佛萨就是这样发的 他看起真相的时候 他看见这个轮回转转转 度水停不住啊 停不住啊 那么辛苦 辛苦的都快死了 哎呀不行那我去救你吧 这个地狱到最后太火了 我先下地狱了 是不是 那就 他也去了 但是他有个不动的东西在这 他去的是个幻境啊 所以他叫如来 他是无所谓来无所谓去 他不动啊 他去个不去一个样 他有个东西就不到 不管他在哪个地方 他在哪个道转 他有个东西始终不动 始终是当下的 时间对他没用啊 时空对他没用啊 他活在当下 所以六道变成幻境 他想去哪去呢 这下绕得头涌来 这样讲听懂得懂吗 我会听懂吗 你们在动啊 所以这也就是佛为什么 这就是 金刚藏菩萨问佛呢 说为什么你说我们是佛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又迷了呢 佛啥时候迷糊的 那我们本来是佛 为什么我们又无名了呢 法华教授说我们本来是佛 说那佛啥时候起的烦恼 佛啥时候又变得无名了 佛啥时候又变成众生了 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那如来就没有打他 如果说你看你 你不断地转转转转 你佣了你知道吗 你佣了你也看不清自己在转 你既看不清虚幻象 也看不清如来的实相 所以你转到头佣的时候 我怎么能回答你的问题啊 等你停下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是没有生灭过的 你就是佛 你不是因为你是众生啊 是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佛什么叫众生啊 你在转啊 你在转啊 你不了解众生 也不了解佛 你连自己是啥也不知道 我现在跟你 所以你们不知道 本来是佛 然后问了那么多问题 所以问那么多问题 这都不是正文 因为你转到头佣的时候 佛的打倒 不是说你转到头佣了 他说你用生死轮回之心 你用生灭之心来问我 约绝实相 你用生死轮回的心 想搞去出这个不动的东西 不生不灭的东西 就像真行爱因嘛 传在行爱在动 你永远不知道 那个爱是没动过的 因为两个都在动嘛 你就说 当你停下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所以你这么 用生死轮回的心 你转来转去的 你再问我这个 如来 你永远不了解 如来之境界 他原济说 你犯如来 越觉大海 寂灭大海 你永远 你进来 你不知道 你不能了解佛境界 所以我们这个学者 要停下 生灭之心 轮回 你们的意识 刹那刹那在轮回 你们的心 刹那刹那在六道转 一会儿贴人道 一会儿人道 一会儿畜生道 一会儿不停地在转 一秒钟 你们绝对扰地球 转七八十圈 好快呀 超光速 都是飞碟 那个意识 就是波 四维宝 过去未来的转回来 连未来都转回来 你以为你不知道未来 你一想到未来 你就在未来了 那意识 那波已经出去了 然后转回来 只剩你啥也不知道 你过去也看不见 现在也看不见 未来还看不见 只是你知道它拥 因为你拥了嘛 所以众生你也不清楚 你也不知道 啥叫众生 啥叫佛 啥也不知道 然后就在乳里边 懂一个问题 细一个问题 就起 就像病也看花 这就是佛又说了 又举个例子 怕你听不懂 说病也看花 你这个肉体 是你得病了 眼睛看见虚空中生个花 当你明天成佛以后 就是那个花消失了 你现在问佛 那个花啥时候长出来的 啥时候又消失了 你说你这个问题是真问吗 因为病也看花 是你有病了 那个花出现 生灭 本来就没有生 也没有灭过 它是虚空里边生个花 它就没有出生过 也灭过 是你这儿有病 你拽拥了 你看见说 老师傅 啥时候是个佛 啥时候变成个众生了 就是这样 病也看花 病也就是你拽拥了 OK 接耳朵都停下来 停下来 停下来 你就知道 那个花压根就没出现过 就没生没灭过 空里边怎么生出花来 又灭了呢 因为它没生过 所以它也谈不上灭 因为你没生过 所以谈不上死 你没有轮回 这就是圆觉 都是圆觉的 干你戒地 你掉出这些戒地切入 其实 以前没有学过佛的 现在就是占大便宜 是按时不用去清理 你以前学过的那些东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